所以這個位置首先是timing方式 這兩樣東西先將它做對好嗎 好 注意這兩樣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 好明顯了 心就是法力點 然後前面那麼多的字 他們之間的關係好像是垂直90度的關係 由上唱到下來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 只得你說 這個心字是法力點 然後在Follow Through的過程裏 更開心 只得你說 Follow Through是只得你說 這三個字 那都是一口氣唱完的 是 這是一句 OK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 只得你說 其實大家早已驗大家卻白亡 能有多一點捧唱 剛才那個加非常之靚 其實大家早已驗大家卻白亡 這個加你再回到我們第一次錄的時候 那個感覺已經是不一樣的 那個亮度 聲音的亮度 和氣息的支持度 已經是不一樣的 但是那個亡字完了之後 在吸氣的timing上面 delay了 太過rush了 都未下來 已經有 那個限字已經出來了 那個步伐要穩定 是的 在那個吸氣 那個亡字唱完了之後 有多一點碰撞 這個吸氣的位置 感覺上就像我們的馬蒲一樣 這個 一二拍 這就要抓緊一點 好 再來一次 連接那個位置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 只能離我 是的 其實大家早已驗大家卻白亡 有多一點碰撞 嫌疑無聊是敢不敢打擾對方 要是你願意 成真方一堂 你知都起碼覺得釋放 不要好 我也忍得了 這聲點來的毀恐 好 沒法真心愛下去 只好真心真意的結束 別再造情人 做隻貓 做隻狗 不造情人 好 在這個位置 最令你有壓力 是那個筆字 但這個筆字 其實一點都不難唱 但是 做隻貓 做隻狗 這個筆字 不要跟它硬拼硬 它的筆字 這個高音 即是一個困難 但是我們要把這個困難 軟化 軟化的意思 就是說 在氣息的保持這個位置 做隻貓 做隻狗 把牠藏在這裡 不要 不要 不要把牠拉上來 不造情人 做隻貓 做隻狗 做情人 對 對 來一次 對 非常好 你現在這樣唱 你的筆字 會 唱不到上去嗎 不會的 但是整個線條 那個做字 這個做字 整個線條 打出去 很漂亮 是嗎 做隻貓 做隻狗 筆 只不過我們把牠的筆字 按照整個線條的 它的那個配合 動作的配合 它是hold的線條 我們就hold穩 打出去的線條 就 那個timing 是很 很 accurate 整個線條的感覺就會很漂亮 好 鞏固一字 很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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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的空字 的難度 和剛才那個 不字的難度 是一樣的 但是你可以 舉一番三話 剛才那個位置 那個配合 動作上面的配合 可以立刻用到這裡 當你聽回第一次的時候 這裡全部是flat 那個聲音的那個感覺 樹立性和響亮度是完全沒得比的 但整個樹立的感覺現在就很好了 再來一次 歌唱時間 歌唱時間 唱戲被迫戀愛也真比 傷亂更慘 唱戲反演讓無奇事 潘更困難 是我專門翻譯文 明明為四十萬牌 一族該搖談 在这裏,很多人可能觉得你已经在声音上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在整个循环里面,在演绎的发声循环里面,在这裏,句子的尾巴垂直得不够 是不是?好像这裏,好像前半部分那样 一开始,前半部分是难一点的,这个位置,好像这裏开始 这个long sentence,要把这个long sentence垂直立起身 这个难度不比chorus的难度弱,这个难度是重的,它是用音力的 意思是你要非常之注意,将这个垂直的感觉做出来,才能进入良性的循环 这个后头的位置才会相对稳定 如果这个后半部分,长期被迫戀爱也真被,上来,失戀更惨 都是会用这裏 如果再不去改的时候,你能唱得到这一段 但是会错误引导你后半部分的chorus 所以这个部分是它的定型的,即是说你进入哪一个circle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都要把它垂直回来 但这个要很sensitive,因为它的音高的要求不是太高 我们做的 eller讨论 我们做的问题 我们做的问题 我们去看 我还是做的问题